今天没有人讲话了是吗 今天应该是没上了 他今天可能没有上了 你就开始讲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 今天又到了周五 我们少林功夫的和少林文化的结缘 我想今天呢 好几个星期可能没有带大家一起练一练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活动活动 然后呢练一练十三拳 这个活动一下 温哥华现在在下雨啊 我们这个孟特利尔那边下雨了吗 这边还行 这边今天前两天下的比较大 主要今天是晴空万里 天气很好 晴空万里 今天天气很好是吧 温哥还不错 温哥也挺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 活动活动身体 然后练一练十三拳 这个这个大家 这个可以 疯好一个地方 然后呢站起来 我们先站一会儿 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 练一练十三拳 伸伸筋 提地腿 然后练一练 然后练一练 做三次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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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做完以后呢 我们站起来 与肩同宽 膝盖微弯 然后呢 把身体挺直以后 跟着我一起啊 两手从侧面 走 吸气 呼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放下来 然后 双手交叉 向上推 静止五秒钟 收 下 再来一次 上拉筋 伸一式 打扯 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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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脖子缓慢 感谢观看 拉一拉 拉一拉 然后 手扶腰眼 两手呢 背过来 扶住我们的腰眼 腰眼处 然后呢 膝盖微弯 臀部 后翘 然后呢挺胸 然后呢双肩向后背 仰头 吸气 哈呼 吸 呼 吸 呼 呼 吸 呼 好 然后呢 左右 拧腰 拉一拉 伸直 拉一拉 上下 上下 甩一甩 好 等一下 我把长袍 取下来 好 好 这个时候大家 双脚自然站立与肩同宽 然后我们做一个动作 叫风摆柳 这个动作为什么叫风摆柳呢 它就是一个形象的一个名字 就像风吹动柳树在摆动 所以我们的身体为干 为树干 我们的手臂为树枝 所以怎么做呢 这样 放松 对 放松 我们摆动几分钟 这个动作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平常啊 这个手臂不要用力 得自然的让它甩过去 打到自己的身上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甩几分钟 每天大家就可以 做这样的动作 甩几分钟 这个动作是蛮好的动作 而且非常简单 只要把身体放松 挺直就可以了 不要弯腰 不要拖背 好 放松 放松 我们松肩 走 向前 提肩 用力扩开 放下 提肩 提肩是吸气 这个时候呼气 这个时候呼气 吸 呼 吸气 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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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开始 正压腿 一个脚 比如说我们平常这样站立 然后呢 把一只脚伸出去 落地 然后呢 身体向前 慢慢的 一点一点 下拉 对 慢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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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换 另外一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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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公不压腿 大家还记得吗 把 腿分开以后 转动 身体放正 然后呢 来向下 压 距离呢 要大一点更好 因为它是拉筋的 它不是用来打拳 要求力量的 而是拉筋的 另外一边 在意 可以 另外一边 好,做完以後呢,我們要做一個馬步的動作 之前我專門講過一個馬步的動作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馬步該怎麼蹲 如何蹲 馬步呢,首先蹲的時候啊,不要蹲得傷膝蓋 而且馬步呢,腳尖內扣,膝蓋外展 能扣多少扣多少 蹲下去的時候呢,比如說從側面 大家知道,一個差不多的寬,三角半 蹲下去以後呢,這個膝蓋不可往前 要膝蓋往後,大概這樣蹲下去 這是一個平馬 那大家不行的話呢,可以蹲一個高馬 然後呢,如果蹲的時候呢 你的重心需要往前一點,這樣蹲 那不要,這個腰不要妥,一定要挺直了 向前 保持一個中心點 我們來做一個馬步的一個輕微的一個發力動作 大家跟我一起 站好以後 然後吸氣 然後 推 呼氣 然後 然後吸 吸 吸 呼 呼 吸 呼 他說 然後侧面 變功部 呼 然後 吸 另外一邊 呼 然後吸 呼 吸 呼 吸 手 非常好 刚刚啊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带大家 活动一下 有发力的 刚刚有不发力的 有费力的 有不费力的 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 不管用力 还是不用力 它都是慢的 少林权 尤其是传统权 传统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有 传成了 就系统的传成了 千百年的 古老的拳法 这叫传统拳 所以 就比如我下一节课要开的 针对会员的课的小红拳 它就可刚可柔 少林拳的特点非常明显 动作小而含蓄 所以 我们要打的十三拳 里面 有非常明显的小红拳的特点在里面 非常明显 如果大家学过十三拳 或者是少林的其他拳 再去练小红拳的时候会发现 小红拳绝对称得上是拳母 就少林拳十八拳种的拳母 就从小红拳延伸出来很多个拳 小红拳里的特点 比如说少林拳的 滚出滚入 富有弹性 趋而不趋 执而不直 拳打一条线 拳打卧牛之地 静低退高 起横落顺 辗转腾挪的 拳都在里面很明显的体现到 那我们活动了简单活动一下以后呢 我们复习一下十三拳的套路 少林十三拳 它也是少林功夫断品制的九段九品 九段为基础段位 九品为高级段位 高级段位呢 严格就是比较严格 基础段位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现在属于基础段位的第一集 来吧 少林十三拳 我们来活动一下 第一遍呢 不用用力 慢慢来 好 十里 所以这套拳打下来 有起有落 有收有放 而且有利益 这是每一个文化体系中 包含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好 走 左脚分出去 提气 呼 然后 握拳腰间 第一个动作 走 马步揽拳 冲 对 后拳 贴住 对 这个拳的特点是 拳不是抱腰间的 在这儿 走 拍脚 落 走 冲拳 走 收回 走 拍脚 揽手 冲拳 对 走 然后 上步 后面脚跟上去 勾拳 然后 马步 然后 冲 对 那回身 揽 冲拳 对 然后 转 一 二 然后呢 一 二 三 对 收 放弃 对啊 这就是十三拳 等一下我们反复练两遍 有人想说什么没有 我们本身这一堂课就是 一个 其实更像是一堂 一个互动 一次谈话 一次交流 所以呢 大家交流起来呢 这堂课就比较灵动了 就不是干巴巴的 要把一些知识 或一些东西 非要给大家 进行一个探讨呢 反而呢 更舒服 嗯 我一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 很熟悉 经常会 就这个ID的这个名字 是经常会讲话 都是 属于是对少林文化 都非常 有 情怀的 时间还早 现在才过去了二十五分钟 大家可以说一点东西 一直练拳 练二十分钟 也是 累得不行 所以我们要 张识有度 十三拳很短 所以很 很适合大家没事练一练 在什么时候 没事的时候 一套八段锦打完 一套十三拳一练 就蛮好的 好 那我转过身去 再跟大家 再练一遍 一遍 吸气 呼 握拳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走 一 二 三 搜 搜 拳打握牛之地啊 其实 拳打握牛之地啊 说的是 少林拳啊 可以在 很多种 拳打握牛之地啊 这个 恶劣的环境下面 都可以练 比如说 少林拳 拳打一条线 少林拳 拳打握牛之地 他都是说的 打拳的技巧 和掌控 怎么说的 怎么说呢 拳打握牛之地 并不是说这个拳要打到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是吧 而是说的 一只牛握的那么大的地方 也可以施展少林拳 也可以 也可以在一个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一个 一只牛握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 斩转 腾挪 做出很多 很多不同的 这个 一些动作来 就像拳打一条线 就像拳打一条线 是在一条线上 运动 在一条线上 哪怕我们 会有一些动作 哈 换到这条线上 那也是一条线 是吧 我们哈 面朝前 还是一条线 说的是它的记忆 说的是 我们对于拳法的运用 和目标准确 就 经常啊 打拳的时候啊 不要只想着这个动作 当然 这要有一个过程 太难了 之后再慢慢的 需要一个实际体验 十三拳动作很漂亮 是 很多拳大家都可以把它打得漂亮 也可以把它打得朴实无华 其实 这些少林拳呢 其实最初 它本身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东西 所以 啊 有些人可能打出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打出来的 会是怎么样 就每一套拳都可以打得很漂亮 每一套拳都可以成为 很厉害的拳法 就是还是 就是在于的是 运用 这套拳法 或者什么东西的这个 个体的这个人 人为主体 我们是以拳练人 然后人在练拳 所以一定是这样 所以 什么东西漂不漂亮 有些人打的拳不漂亮 觉得这套拳太难看了 那有些人打的拳漂亮 哎 这个拳好看 可能有些人不明白的就会觉得 哦 少林拳里面 小红拳不好看 通壁拳好看 六合拳不好看 七星拳好看 梅花螳螂拳不好看 炮拳好看 是吧 这个小罗汉拳 怎么样 哎 大罗汉拳又怎么样 所以 首先就是 要看我们看这套拳的 呃 这个点 你不能只追求 动作的漂亮 是的 没有拳记住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来两遍 再来两遍 再来两遍 少林拳啊 这个打出来的拳 呃 我知道这是少林的什么什么拳 但通过他的动作和练出来的味道 我就能知道他是 在什么环境下学成的拳 怎么练成的这个拳 所以他都非常有意思 最后三个动作 上次有 交 有一个跳步 左转右 右跟上 然后说对 是的 最后这个收啊 哎 有两种版本 这 就是打完以后呢 然后 这样子 然后在一个 一个击步 收 但后来我觉得 后来又把这个十三拳 做了一个 统一 后来我就去看了我们 那个 就是少林工夫断品制的培训 呃 可能还是不够统一 就是依然 有人是跟我们在研发的时候 做的这样的动作 但后来可能有调整 又变成了 杂拳以后呢 然后 怕一个换步 所以其实问题不大 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所以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他的核心不变就好 核心很重要 嗯 嗯 法师能守 能否示范 基本功的要点 比如 抬腿 抬脚 说声下蹲等 需要注意打击点 平时可以练一练 好啊 呃 首先那我就讲一下腿法吧 呃 呃 腿法有很多种 但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直摆性腿法 一种是屈身性腿法 就直摆性腿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它是靠呃 呃 腿的摆动 来达到 它的 呃 动作要求 但是呢 少林拳里很少有直摆性腿法 这个腿法一般都是用在于 呃 练就身体的灵活性 和 希望它可以达到更多的伸张性 有的 真正拳法里更多的 其实都是 屈身性 就比如说弹腿 比如说 你看这个 提起来 弹出去 这看起来是两个腿 一个动作 其实它是一个动作 为什么要这样弹呢 这是一个力量 然后 二加一 啪 它的力量就很重了 然后加上这个拍手 就是 所以这是手和脚 手与足合的一种锻炼方法 其实真正的在实战上 是没有 呃 这个拍的 这个拍最多可能就是 弹的时候 一个 一个拦手 对吧 它可能是一个啪 或者是啪 对吧 它大概是这样 这个拍呢 是训练时候的一种代替 所以 是为了彰显 那个力量 还有出拳的速度 手与足合的锻炼 真正这个 这个脚叫什么名字呢 叫辽阴脚 辽阴脚 所以呢 好腿不过腰 这是一种粗话 但是呢 它也有它的实际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过腰的腿 力量都非常小 非常不稳 你想想 你想想 我的腿一下子踢那么高 那我踢下来的一瞬间 那我也是漏洞百出啊 那如果我的腿 啪 既不挡上 又防下 这是传统里面最现实的 比如说他们有很多人 一踢腿的时候 啪 这个是可以有的 但是呢 就是 它是一个不是很很很稳的 一个东西 但它很好看 所以呢 少林泉呢 更注重的是下盘 步伐的稳定性 从而 还有残脚 勾脚 这都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残脚 哎 残脚就是 把这个 铲起来 开脚背根本勾不到 也正常 因为这个你的筋啊 太太硬了 可能你没有办法保持 身体是站直的 然后呢 把腿撩起来 所以需要 简单的一个 这个动作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的 正压腿 这个很正常 其实练功啊 它对身体还是有一个基本要求的 就比如说我们要 做一根拐杖吧 做一根拐杖吧 经常我们会做拐杖 拐杖对木头的要求是有的 首先防止它开裂 这个拐杖一般都是我们在后山 找到适合的木头 哎 发到以后呢就丢到市里 一个地方不管它 放个两年 至少要放一年以上 放时间越久越好 相对好的一个地方 不要包皮 不要包皮 然后它自然风化 水分去掉 然后呢放完以后呢 就是采用这个 没有开裂的那部分 把它做成拐杖 是吧 就像练功一样 我们在想打到一个 想练到一个好的拳 首先比如说就像刚刚拍脚 你脚都拍不上 是吧 那你可能要在过程中 先让身体达到那个基本要求 从而达不到也没关系 一边让它达到要求 一边通过拳法 让身体 逐渐加强 所以它就是一个 这么简单的一个理论 然后讲到刚刚的这个脚法呢 就比如说刚刚这个 一个铲脚 比如说正面有一个人 啪 就把这个铲起来 然后啪 一个一个 是吧 一个铲 这个是铲人的 脚踝 一个动作 啪 这些动作都是 非常稳固的 攻击 下盘 进低 退高 都是有 就是 现在这样讲的可能 不太有感觉 当你真正在拳里面 去实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到 哦 原来它是 一种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这样 来吧 来吧 我们再打一遍十三拳 再做一遍十三拳啊 好 好 合十 走 起 落 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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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ison 吃 & ad 走 走 走 踩步 踩步 首先它是一個縮的動作 減少受肌面 所以這個手要抱住 這個手不要放出去 貼住 然後釘布 一個腳釘在這裡 然後下蹲 不要把它變成這樣 這種動作是很不穩的 這樣 要含蓄 少林拳特點還有一個含蓄 非常含蓄 富含內境 這個動作是標準的小紅拳裡的 抱手縮聲 在十三拳裡面 有這個動作的體現 小紅拳呢 動作非常明白 明明白白的 然後有小紅拳 懷中抱月 抱雲蓋頂 上步一掌 插場 抱手縮聲 上步一掌 縮聲 轉身 反手 上步一掌 膽擋 擋 拍 供布 斜行 非常 你看 這個動作 完全就是 滾出滾入的 这个东西就在这里面了 完全不是那种 不是这种非常刚硬的 那可能教的时候会告诉大家 这里 这里 但如何把很多个东西 颜色合缝的连起来 一个动作 啪 是吧 中间没有停顿的 钉部啊 这个重心 你可以在左腿 但其实是两只腿 钉部是这个脚 也要用力的 如果你重心在左腿 哇 你的左腿负重太大 就是蹲下去不稳 起来不快 所以两只腿都要有的 两只腿都要有的 比如说 有一个动作前段时间 在网上很流行 就是 叶问做了一个动作 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 他这个动作怎么做呢 他是 向前伸一只腿 然后 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手怎么摆的 后来 就是很出名 但是呢 其实这个动作啊 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平常 在梅花庄上 也经常练这个动作 怎么做呢 正面看不清楚 从侧面 这个动作应该是 起 然后 伸脚 这个脚是不落的 起 提膝 伸 起 这对身体的平衡能力 还有腿的力量 都是要求非常高的 平常锻炼呢 几乎都是 一个动作 千百遍 反复练 久而出弓 所以久而出弓 便是功夫 便是功夫 蹲不下去很正常 所以 可能有些人正常的 嘿 都蹲不下去 所以很正常 慢慢练 比如说 功夫 就是时间的积累 产生的某一些东西 这就叫功夫 所以大家要经常 要锻炼 就比如说我们 在少林寺的梅花庄上 他的梅花庄都是 中间有九根 大概有两米左右的 木桩 九根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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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山树山 然后在九根 之外 这个 有三根 比这九根低一点的 再有 这个 两根低一点的 再有一根 更低的 我们踩一根 低的 上两根 再跳三根 啪 这就梅花庄 我们在梅花庄上演示 比如说 这样 我们 嗨 啪 然后 它不是九个吗 你如何在九根梅花庄上 完成一套拳 可能 好 我们斜着 上步一掌 然后收回来 在这个钉步 我们就要在一根庄上 然后再上 来 反 就是在梅花庄上 形成 推 最后 啪 跳到这边来 来进行很多动作 就是 这都是我们 一种传统的练习方法 所以 在梅花庄上 有一个 这个 非常好的 就是梅花庄上 不只是练习我们的 稳定性 其实最重要的 梅花庄上练习的是 我们的专注 因为你在上面 不得不专注 你不专注 就会非常的危险 可能就要掉下去 你说你一脚踩花了 哦一下子 你要是手有力 你还可以 扶住那个桩 在你倒下去 那一个瞬间 手接地 把身体撑住 还可以 那如果你一下子 那个桩都是立起来了 啪一下子 那一身一下子 真的是伤不清 你可能 也靠自己的这个力量 萌一踩花 撞住了 那有可能 肋骨都要断了 所以必须要紧 要非常的专注 所以这就是 产五合一的专注 请问 从来没打过拳的 中老年人 适合练少林拳吗 这个问题啊 是所有人都在误解 就误解为少林功夫 一定适合刚进有力 年轻 能跳 能落 能踢 能打 能滚 其实不是的 发展了一千多年的 传承下来的 少林的 这个武学体系 怎么可能就 就是这样了 对吧 中老年人 就像刚刚那个十三拳 完全能练呢 就像我刚刚打的那个速度 不能练吗 比如说蹲不下去 没关系 我们蹲高一点 是吧 拍不到脚 我们弹一下 我们做一个动作 就比如说小红拳 我将要教的小红拳 小红拳 打得快的 当然有 这是一种 但真的小红拳在打的时候呢 我们的力量 都是在拳之内 而不随意放 当我们这一掌 推出去的时候 需要推的时候 对吧 但是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打慢一点 慢慢推 这也是小红拳的一种练法 就是这个拳是死的 人是活的 对吧 你会了这套拳 你想怎么打 那不就怎么打吗 对不对 你只要不告诉别人 这套拳 就你打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告诉别人 这个拳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不这样去认为 就没有问题 就比如说 这边有很多小孩子 都是父母过来以后呢 这边小孩子都不太会中文了 后来就在学中文 然后学的时候呢 我记得前几天 我有一个小徒弟 后来跟他的父亲 在讲话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成语 一个词语叫 叫什么 落井下石 后来就问他小孩 他懂不懂 那他当然不懂啊 后来就跟他讲解 这个落井下石背后的故事 那讲的时候 那 就他就会认为 哦 就是只有拿石头 砸在井底下的人 才能叫落井下石 他说那这样的话 现在井都没有了 还怎么落井下石 那这个词 岂不是没有用了 是不是 现在怎么还讲这个词啊 是吧 那小孩子不懂啊 他就把这个词 很生硬的理解了 那其实 落井下石 其实就是说 别人已经 很糟糕了 我们还要再加害人家 给人家更多的伤害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样一解释 哦 就类似于这种事情 你都可以灵活去运用 并不是说 一定人家掉在井下面 你拿石头砸人家 哎 才叫落井下石 对不对 就说 我打了一套连环拳 罗汉拳 或者是地躺拳 什么拳 啊 这个虎虎身锋啊 力量刚强 有跳有落 有滚有爬的 还有一些高难度 那别人可能一见到我啊 这个拳 岩利师傅怎么打成这样 哇 太厉害了 但你可能从那以后 你觉得你永远不可能学会 那其实 突然有一天 我打了同样的拳 但我怎么那么慢 哎 是吧 哎 怎么样 怎么 怎么做 哎 是吧 突然有一天 原来这个拳还可以这样打 所以 功在置身 有一句话叫 有形的练习 无形的变换 那 你去练有形的 还是你去变换无形的 最终 在哪啊 在这儿 对不对 他说 那么我在自我练习的时候 只要专注 不要过多考虑套路步伐 和不考虑想象的对手 这些呀 它都是过程 最终 是你在打这套拳的时候 不止 不止没有对手 连自己都没了 那那个境界 是我们追求的 但在练习的时候 还是要有形的练习 还是要有 系统的练习 你不能一上去 就追求最高的境界 比如说我在教你打 罗汉权 一上去 你就把拳也忘了 人也忘了 最后把自己弄得 不知道在哪了 我不相信你还能 打得下去 那个拳 对吧 我也不相信你 真的有什么感悟 所以不要盲目的 去追求某些东西 要循序渐进的 一步一个脚印 对吧 所以慢慢来 这个问得很好 分享一下 我曾经受过哪些伤 还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记忆很深的 倒是有一些 伤也受过 这个 但是我受伤啊 其实跟 别的都没关系 就跟一个 不专注有关系 全是因为不专注 受得伤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其他的那些小伤 比如说跟 师兄弟们打对练 即使再专注 但是 熟练度和精准度 比如说我就想 这一件 我就想刺你的 这个身体的 侧方的 两毫米 三毫米的地方 尽量贴身 然而 我刺出去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手臂的掌控 还有对剑的角度 没有那么好 可能一剑刺过去 就直接就刺中了 所以但是呢 就是都 都是点到为止 不会真的一下子捅出去 所以也是 来这个也需要 很长时间的积累的一个 对于身体力量掌控 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次 练功的时候 在后山 地上是水泥地 地首先也滑 其次 还有就是自己的一种 一种不谨慎 一种不专注 没有去认真去看 我在做一个示范 后来那个动作呢 做完以后 伤到了我的腰 那个那次伤到以后啊 痛了大概有六个月都不止 就是伤到里面的软组织 筋啊 还有造成了很多东西 后来就一直 一直一直痛了很久 最后才好 后来我又通过很多恢复 很多什么 才慢慢的把它 把它恢复过来 但有时候有的伤 你瘦了以后 你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能你永远 也不能让它变成 以前没有受伤之前的样子 你只能更多的让它疏通 更多的保护它 让它那边 那个地方 更好的运行 但你不可能真的 就像伤口一样 划得很深 你永远不可能让那个伤口 你用再好的药 也不可能让那个伤口没有了 那个伤口就是有 对吧 身体是一样的 你再练好的功夫 只能说你受过的伤 你通过练功 气血运行 各方面 让它可以保持不影响 让你可以不痛 让你可以怎么样 但是呢 你肯定不如 没有伤的人好 所以 还有一次受伤 那个伤啊 纯属是 那些年我还很小 在四里 四里那年 在店 在修建 一个大店 然后需要用到沙土 后来呢 就用一个拖拉机 就从市门口外面 然后一直 啪啪啪啪啪开上来 那个拖拉机呢 就用的是那种 很平常的那种 民用拖拉机 就是那种 通通通通通通那种 然后呢 走上坡 它那个车装得很满 然后车就有一点晃晃的 那个沙子就会 就会溢出来 在地上 然后我们的那个地呢 都是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马路都是斜坡的 就是市两边的那条道 由地往上 因为是一山而建 在三脚下的密林之中嘛 所以叫少林寺 后来练完功以后 跟师兄弟们在打闹 那一次受了一个很重的伤 导致血管被划破 这个这个 十一个伤口缝了三十六针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 怎么说吧 这个叫业障 这也是 人生要经历的 一些 一些不专注 造成的很多问题 所以这都是业障的显现 所以在那一次 也可能是吧 前世或者某一个什么时刻 我曾经 欠过我那个师兄弟的一些什么 然后 这一世可能就 偿还给他 但是从那一次受完伤以后啊 我觉得 它不是一个坏事 真的 我觉得 受了一次伤以后 反而 让我觉得 哦 真的会受伤 原来不谨慎 原来 原来太过于 打闹喜笑 不知 不知收敛 真的会造成 问题 所以那次 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一个过程 当然也难免不了 是吧 受一些皮肉之苦 所以那次还是 蛮危险的 是在练功房上 每天打拳呢 以前有 有 定的时间 现在呢 我们开始 走出锅门 去弘法立身 所以需要 独当一面 一个人 肩负一座 中心 或者一座寺庙 所以 练功的时间 就要被其他的东西 一点一点占有 所以我每天至少保持 一次的锻炼时间 你时间也不限 根据我每天 自我的安排吧 所以 这个这个 以前什么多一点 那就什么少一点 现在呢 其他的多一点 那个就少一点 但是合理安排就好 这本身 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时间 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修行 好 那我们最后 背对着 再打一遍 然后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可以完美的结束了 但大家要记得注册我的 会员呢 不然下次 只能在这里 短短的聊一聊 没有办法系统的 去做 好 最后一遍 何时 是离 走 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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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遍 大家可以 就是手机它不是有一个录制的功能吗 还是怎么样的 可以把刚刚那一遍啊 就是录下来 平常自己想不起来的时候 就看一遍 对吧 或者是这个 把它发到我们的那个 所有的少林功夫的群 大家也可以看到 大家都可以下载保存 你自己找不到了 你还可以从别人那里找到 学到的就要教人 得到的就要回馈 对吧 都要通透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 今天非常好 大家也非常的受用 聊聊天 疏通疏通 所以要常怀感恩之心 所以经常要心怀感恩 大家就会愚倔 就会舒服 就会通透 没有想不开的 没有过不去的 就像我刚刚那个 讲的那段话 就是即使受伤了 他不见得真的就是坏事 即使受到伤害了 也想想是不是曾经欠他的呀 或者是不是我也这样造成过 对别人的伤害 对吧 好 阿弥陀佛 好的 谢谢 谢谢燕丽法师 谢谢 我办这个 这这个 呃 分享一下啊 这个 分享一下这个 一个是 看看啊 大家共享一下 那下边是 我 不是